随着跨境电商的兴起 大建产品,比如家居、建设器材、万有品等 也逐渐走向了海外市场 在2016年左右,这一趋势开始显现 但随着电商平台的崛起 大建产品也找到了所向海外的机会 然而,大建产品与其他品类相比 面临着更高的门槛 由于其体积较大 对物流、海外仓的服务有更高的要求 同时,商产备货周期也调查 对资金链提出更大的考验 因此,大建产品类的扑货型卖家相对比较少 长期立足的主要是品牌卖家 疫情爆发后,大建出海经历了一轮红利期 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 全球海外居家需求上升 特别是家居大建市场迅速增长 由于疫情限制了现象消费 电商平台获得了一波合力 大量卖家积极备货 期待持续数年的反应 然而,市场环境迅速变化 温暖两年内,大建出海从行情火热转向清货存 2022年,消费开始下滑 许多卖家的库存鸡鸭 不得不采取打折销售等方式进行定位 疫情引发的电商繁荣泡沫逐渐消退 许多洞伤者开始面临困境 第二,随着时间推移 大建出海市场开始回归平稳 2023年,消费需求逐渐回满 家居购买趋势明显上升 家居等大建产品的电商销售渗度率逐步提升 北美和欧洲地区的家电电商渠道销售占比将明显增强 大建出海的品牌也在深入新的市场趋势 进行优化升级,保持稳健的反应 大建产品出海走势表现出明显的波动 从初期的高门槛资金压力 到疫情爆发时的市场能力 再到疫情后的市场清理和复苏 在这个过程中 品牌、物流、服务水平等关键因素成为了影响因素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大建出海市场 坚持本地化、品牌专注、优化服务等策略 成为品牌稳定发展的关键指导 想了解更多关于跨境电商的内容 可以添加屏幕下方的微信号与我们进行交流 这里会持续给各位外家带来精彩的内容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